天朗 气情 汇丰 河叉 十四中秋佳节之几 我和一种小伙伴却看了 期待了整整一整粘的江子牙 首先说一下看完之后我的结论 同为哪吒的制作方彩条屋出品的江子牙 无论是色彩还是特效方面 依旧做得十分出色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开头那段二维动画 除了本身极具中国古画的风格 以及爆炸的作画之外 戴上3D眼镜后还会有 非常棒的远镜分层效果 除此以外 后面正片部分场景 打斗特效音乐也做得十分到位 狐妖的觉醒 天庭的闸斗 那真是看得我差点高潮 好 再来谈谈内容方面 这部分相对来说 为目前大多数人所诟病的地方 毕竟很多人都是看完哪吒之后 通过哪吒 带着哪吒的观影感 和期待之来看江子牙的 但比起哪吒而言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部合家欢的电影 预告片在末尾也标明了 建议8岁以上的观众观看 因为里面有些剧情以及逻辑 需要你多花点心思才能想得明白 甚至有些地方 你需要一些原著中的设定后才能搞清楚 他在电影本身里并没有提及 因此说这江子牙还具有一定的观看门槛 所以接下来我将会结合原著的一些内容 来进行一个科目 打算去看电影的 但不想被剧错的同学可以点个收藏 同时调到6分20秒处 等到自己去电影院看完之后 再回来看这部分的内容 最后如果我讲的内容有哪些不足之处 也欢迎各位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面 积极指正共同讨论 那么要说江子牙的故事实话 必然绕不开的一个东西 就是风神榜 我这里先提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上风神榜 是件好事呢还是件坏事呢 觉得是好事的弹幕请扣1 觉得是坏事的弹幕请扣2 要弄清楚这点 我们首先得知道风神榜的来历 原始天尊 太上老君和通天教主 三位道下老祖曾经在一起制作过一份名单 其中共365个神位 规定参与周商大战中死去的人和仙 在战争结束后的魂魄 牵引至风神榜上风神 因此想上风神榜的前提条件就是 看成神话版的死亡笔记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也有以下几个 第一原始天尊门下12弟子 也就是预告片里的这12个 由于没有能斩断 蛇 石 银三种欲望 因此即将遭到劫难 想要杜劫的话必须要犯杀戒 而商周这个战争背景舞台 就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机会 举个例子 12弟子之一的太乙真人 虽然把哪吒送下戒续 将来去帮周文王伐咒 但是却从来不管教他 直到哪吒用轩元剑射死了 石济娘娘的徒弟 石济来讨说法的时候 太乙直接说他八十天数 刺激他动手 然后反射把他给杀了 成功杜劫 所以你别看哪吒里的这个太乙像憨憨 其实背地的人家是个劳英逼了 第二由于三界混乱 因此浩天上帝你们可以理解为御帝 急需招一批神将帮忙打理三界 因此风神榜上有名者 其实最后都是给御帝送去的大公仔 没有命令不能私自下凡 失去自由 威名者大神鞭刺吼 连脑匠都给你抽出来的内容 所以风神榜上的神 都特别害怕持鞭者 这样子呀 这也就有了预告片中的那一句 大致可以理解为 城管来了赶快跑路 虽然风神榜其中还有更加黑的理由 但刚才这两点 大致可以帮大家判断出来 风神榜究竟是个啥玩意儿 我估计很多人看到赵王 被封为姻缘神的时候 都有点蒙逼了 明明应该是个 翻下滔天大醉的家之战犯 为啥死后还被封神了 还偏偏是个姻缘神 姻缘神是啥呀 月老啊 此等美差怎轮得到他 现在看来 这哪里是什么美差 借用路亚鲁里的一句台词来说就是 永恒的生命 为何千尊说 这里可不只是说要斩掉江子牙心中的善 对此我们要先来谈谈小九这个角色 预告片中是这么说的 他就是苏家之女 那个本该嫁给咒王的 人类女孩 原著中奈其实是这么个情况 说咒娃作为一名老色匹 在女娃庙祭拜的时候 看见美丽的女娃笑 不觉笑心当场编织 顺带还写了首吟诗 说要把女娃讨回家当老婆 女娃知道后气了个半死 于是找来了九尾为首的妖怪 让其豁乱咒王的仇宫 成功之后 好处大达地友 当然这就是骗九尾的 事成之后弄死他都来不及 真巧这时苏家被迫要把女儿苏达吉 敬献给咒王 于是九尾就弄死了苏达吉 借尸还魂 然而在电影里却不同 达吉本身并没有死 而是被带了一个叫宿命锁的东西 生则与九尾同胜 死则与九尾同死 欺骗九尾的锅也被扣到了天尊的头上 但其实已经很显然了 达吉是无辜之人 九尾是背弃之妖 从这个角度而言 九尾也不是纯正的恶 而只是被天秦逼上了邪路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天尊明明自己一根手指 就能够捏死九尾 为何他偏偏要让江子牙动手展善 这让我想到了那个著名的电车难题 只不过这次稍微有点不同 车轨的一边是天下苍生 车轨的另一边他什么也没有 然后天尊主动把九尾和达吉 困到了另一条车轨上 逼迫江子牙拉下拉杆 来选择你要救天下苍生 还是一个无辜元魂呀 恶心这人就恶心 四个人都看得出来 其本质就是自己做了坏事 因此要把江子牙拉下水 一起同流合污 这所谓给老板做了一千件好事 不如和老板一起做一件坏事 也是这么个道理 杀掉他们就等于江子牙 给出了同名状表了忠心 然后天尊就愿意给江子牙封神 对此江子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那江子牙最后是如何成神的 我估计很多人看见江子牙成神内幕 都有些懵逼了 这人突然咋就变成神了呀 说老实话 这是我觉得本篇最突兀的一个地方了 虽然后面有解释说 这是天尊的师父 也就是红军道人干的 但在这个点之前没有任何铺垫 你甚至一直以为这个原始天尊 已经是天庭的大王了 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机械降神 指的是当剧情陷入家主 困难难以解决时 突然出现拥有强大力量的神 将难题通通解决 令故事得以收拾 这是一种破坏故事内在逻辑的写作手法 明明主题是 用自己的方式成为真正的神 而结果就是 在红军道人的帮助下成为了神 这就让江子牙前面一切的努力 都付诸了流水 哪怕你借他人之口加一个铺垫 比如说 传说有人一念之间 悟出大道当场成神之类的 也不至于搞得现在这样 另外还有就是江子牙成神时的颜值变化 成神前你觉得他像个伴藏 成神后你突然觉得他变得有点像耶稣 结果他手一抬变成一道光 还摆出了奥特曼的pose 真的是让我当时都快燃起来的时候笑出了神 眼泪不争气的扑刺了出来 最后咱们再来聊一些有趣的题外话 也就是非剧透的部分 不知道前面的小伙伴有没有精准空架 那么第一个 加起很多人在预告片里面已经注意到了 人物有些奇特的造型 原始天尊顶上的那些鹿角是啥 这十二金星还有江子牙头顶上的几朵花 感情是在cost蔓洋洋呢 其实我们数一数江子牙头顶上的花的数量就知道了 两朵花和一个花苞一共三朵 聪明的小伙伴应该已经知道了 这就是修仙中的三花聚定 它聚集着修仙者的修为 你看这神功包 头顶就是几个小花苞 像原始天尊这种大罗金仙 头顶上顶的就是一朵大金花 而江子牙被贬下戒后 头顶上的花就不见了 像这种小细节方面 我觉得做的是真的挺不错的 再说一说片中不得不提的猛武 死不下 原著中是这么描述的 领头置为体如龙 妥妥的一门兽 而这一般的形象 我觉得设计的真的是太可爱了 死几个阿维也正常 甚至在电影院里 我就想拉着这玩意门吸几口 这要是能出个毛茸茸的爆闪 这单本属于牙翼的六四八 我就先给你们了 好吧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为了做这次视频 我是不断的翻着原著 同时查阅了好多资料 看待咱们这么勤勉 国庆还在加根的份上 求求各位点个赞吧 实在没有给个一键三连野行 亲爱的观众不要忘了点个关注 最后的最后祝大家国庆快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